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 藏着一些不可思议的秘密 其中最神秘的便是那些葬在龙脉之中的人物 龙脉 这一古老的地理观念 赋予了这些目的非同寻常的神秘与威严 有三位被葬在龙脉中的人物 分别面临着不同的命运 有的因禁忌而不得挖掘 有的因恐惧而不敢动手 还有的则因为重重障碍而无法打开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与禁忌 这些不可触碰的目的背后 究竟蕴藏了什么样的深层谜团 龙脉之谜 帝王林木的玄指玄机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择机而居 移山傍水的传统 这种传统在帝王玄指建造陵墓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传说中的龙脉被认为是风水宝地 能够庇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 秦始皇陵 皇帝陵和乾陵 下号都位于被认定的龙脉之上 秦始皇陵坐落在离山脚下 从卫星图上看 离山与华山相连 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三秦大地上 秦始皇陵正好位于这条 巨龙的眼睛位置可谓得天独厚 皇帝林则位于陕西延安皇陵县的桥山上 史记中记载 皇帝崩葬桥山 使得桥山被视为上古时期的龙脉之一 而乾陵的玄旨更是玄妙 据说是由唐朝两大风水大师 袁天刚和李淳风 共同推算而得 他们专门为武则天 选择了一座 酷似女性胸脯的山脉 寓意保佑女皇姬也长青 家族长盛不衰 这三座帝王陵墓的玄旨 无不体现了古人对风水的重视 以及对帝王权威的延续和家族兴旺的渴望 然而 仅仅依靠风水 真的能够保护这些陵墓 免受盗绝和破坏吗 显然 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 千年谜题 秦始皇陵的京士机关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其陵墓的规模和奢华程度 自然是空前绝后的 据《实际》记载 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 但其陵墓的修建 却持续了三十九年之久 甚至在秦始皇驱逝后三年 才最终完工 这座耗费了整个帝国 巨大人力物力的陵墓 究竟有何玄机 根据历史记载 秦始皇陵内部 设有无数机关和陷阱 领将坐机奴使 有所穿进者折射制 意味着陵墓中布满了 自动射箭的装置 任何擅自闯入者 都可能遭遇致命打击 更令人惊叹的是 陵墓内还用水银模拟了 百川江河大海 这些水银不仅有剧毒 还能通过特殊的机关系统 循环流动 营造出一个 微缩的地理环境 除了这些可见的机关 秦始皇陵中 还可能存在 我们尚未了解的高深技术 以人于高为主 夺不灭者久之 的记载 暗示着古人 可能掌握了 某种长明灯技术 这些超越时代的科技 使得秦始皇陵 成为一个充满危险 而又神秘莫测的地方 即便是现代科技 也难以安全地开启它 正是这些惊世骇俗的机关设计 让秦始皇陵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完好无损 即便是项羽这样的枭雄 在攻入咸阳后也只能望而却步 最终只烧毁了地面的祭祀建筑 而无法触及地下的庞大陵墓群 人文始祖 皇帝陵的神圣禁区 相较于秦始皇陵的机关重重 皇帝陵则以一种更为柔和 更加不可撼动的方式存在着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皇帝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 是至高无上的 这种崇高的地位 使得皇帝陵成为了一个神圣的禁区 没有人敢亵渡 皇帝的传说充满了神话色彩 相传他在位一百余年 教民耕种 养残 制作衣物 还发明了文字 医药等 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更神奇的是 传说皇帝在功成身退后 成龙飞升而去 正是这种半神半人的形象 让皇帝在后世子民心中的地位 愈发崇高 皇帝陵的建造 要追溯到春秋时期 是由秦陵宫主持修建的 这意味着 我们现在所见的皇帝陵 并非皇帝本人的埋葬之地 而是后人为了纪念和祭祀皇帝 而建造的衣冠中 尽管如此 这丝毫不影响皇帝陵 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每年的农历三月除三 都会有大规模的拜祖大典 在皇帝陵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齐聚于此 追念先祖 缅怀民族历史 这种绵延不断的文化传承 使得皇帝陵成为了中华民族认同感 和凝聚力的重要象征 任何人 哪怕是再贪婪的盗墓贼 也不敢冒天下之大部尾 去亵渎这个神圣的地方 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文化认同 和敬畏之心 成为了保护皇帝陵最有力的屏障 他不需要机关 不需要敬畏 单凭着每个中华女 心中那份对先祖的崇敬 就足以让皇帝陵千年不衰 经过雄心 乾陵中的帝王传奇 在中国历史上 能与秦始皇 皇帝这样的男性帝王比进的女性统治者 当属唐朝的武则天末属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而她的陵墓 乾陵 也同样神秘莫测 乾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前县 是唐高宗李志与武则天的合葬陵 这座陵墓的选址及其讲究 据说是由唐朝著名的风水大师 袁天刚和李淳风精心选定的 他们选择了一座行死女性胸部的山脉 寓意保佑女皇基业稳固 家族长盛不衰 这种别出心裁的选址 既体现了对女性统治者的尊重 又暗含了对帝国永续的期望 乾陵的建造可谓工程浩大 武则天驾崩厚 其子唐中宗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修建这座陵墓 据说 整个工程耗费了三分之一的国库 可见其规模之宏大 陵墓内不仅埋藏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 其中据传还包括了王羲之的蓝亭序《真记》 然而 真正让乾陵成为一个 挖不开的谜题的 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隐蔽的入口设计 乾陵的入口被巧妙地隐藏在周围的雨林中 这里常年雾气缭绕 气候变幻莫测 使得寻找入口变得极其困难 即便是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考古学家们也难以确定陵墓的确切位置和结构 历史上 不乏有人试图盗绝乾陵 从唐末的皇朝率领四十万大军来返 到民国时期的大道孙连众都未能如愿以偿 即便是使用现代炸药 也无法撼动乾陵分毫 这种种事实 不禁让人对乾陵的设计和建造技术感到惊叹 未解之谜 灵墓保护与现代科技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三座帝王灵墓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成为了考古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对象 然而 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探索这些灵墓的奥秘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秦始皇灵 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安全开启的方法 然而 灵墓内部可能存在的大量水银和其他有毒物质 以及复杂的机关系统 都为探索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 目前 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非侵入性的方法 如地质雷达 三维扫描等技术 来探测灵墓的内部结构 黄帝灵作为一个文化象征 其考古价值可能不如其他两座灵墓 但是 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同时 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 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年来 黄帝灵景区不断进行现代化改造 运用多媒体技术 让参观者更直观地了解 黄帝及其时代的历史 黄帝灵的探索工作 则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隐蔽的入口 科研人员首先需要确定 灵墓的准确位置和范围 同时 如何在不破坏灵墓结构的情况下进行探测 也是一个技术难题 目前 科研人员正在尝试使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 和摇杆技术来揭开黄帝的神秘面纱 这三座帝王陵墓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也是检验现代科技水平的诗金石 如何在保护和研究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运用新技术来揭示历史的真相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秦始皇陵 皇帝陵和乾陵 这三座帝王陵墓各具特色 然而又有着共同之处 它们不仅是帝王权威的象征 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 从龙脉的玄址到京师的机关 从文化的传承到科技的挑战 这些陵墓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智慧和文化内涵 它们的存在 不仅激发了我们对历史的好奇 也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自己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